第57屆金馬最佳女主角 趕快… 年秋,年秋,你已經走了 好,你找你啦 年秋啦 好愛你,是不是 開始 這個角色有一點… 就是失智嘛 通常這種失智的朋友想著過去 有時候會忘了過去 有時候會忘了將來要怎麼走 就等找不到自己的家 開始 我的角色就是說 當開始初期的時候 就會一直亂跑… 找不到家裡回來 這種事情是 失智老人應有的大部分 都是這樣子比較多 還有一次呢 就是過馬路 就找不到方向了 說實在的現在 獅子的年齡一直往下降 當然我們是為了這個獅子的朋友 能夠…大家都要關心 可是我這個戲裡頭 我當然有去觀察過 這個獅子要怎麼演 所以呢,雖然是年紀有一把了 八十幾了 跟這個戲裡頭的每位同仁 我就覺得好像我要散發一點 要逗趣一點 對這個角色才有幫助 因為你開會都沒有人到家了 你要坐下來 對 坐下來 第二次再坐下來 好 OK,來 好,開始 從這兒開始 好 這位第五十七屆 金馬最佳女主角 跟最佳女主角 得獎 這去哪裡找啊 天上掉下來的大禮物在這裡 應該說她很勇於 可以放下 把事業丟給她的太太去處理 然後全心全意的照顧媽媽 對,我覺得這個勇氣實在是不得了 對,因為她真的是公司做得滿大的 其實我爸爸就是在她過世之前後期 因為她中風 所以就等於她的腦力有點退化 就是有時候也會不認得人 然後可能會有被她妄想震生的 那有時候媽媽就會幫我爸爸打電話給我 然後讓爸爸跟我講話 那時候你就會覺得 她真的是 跟以前我心目中的爸爸完全都不同了 她整個就是思緒是混亂的 然後就覺得哥哥照顧的人真的滿偉大 生病的人很辛苦 照顧的人也很辛苦 但是後面那個支持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很開心可以演到這樣子的角色 然後就希望那個人可以為她能分受神 我們單身的角色 我們就他們讓你播放 我看得來 我們算是好 我們應該要看得來